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车款呢是HONDA的 最近应该是台湾应该2015年上市 那上市一段时间喔 那这部车奥德赛奥德赛的话 在台湾的销售状况的话非常的好 那这几天喔 昨天跟今天啊 昨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我们不晓为什么公司很多的客人呢 都陆续一直来试乘 包含昨天有试乘器啊 所以我们公司的试乘的今天到昨天 应该试乘大概五到六趟 那很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一直在影片当中啊 会跟大家说欢迎来做试乘 有的可能车友会比较客气 不好意思来做试乘 但是千万不用客气 因为KT的工厂里面 或者是我们北市的经销里面 都会专程啊 提供继承的 就是希望车友们来多多继承 来多多体验喔 那这部奥德赛呢 刚刚也有车友来继承 所以他也一直是 呃礼拜四喔 礼拜四的早上 一模一样的车款也要做安装 那今天的话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车 这部车是车主呢 才当交车人的礼拜喔 这是2020年的管制喔 那所以他的 呃 汽震器的话才使用600多公里 那今天要安装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版 可是车主的话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车高设定 会比原厂的话 会多一公分左右 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把他的 呃 长的进出的路缸干涉的状况呢 把他改善掉 所以零件 像后脚款的部分的零件 也跟一般的规格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 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原厂的避震器好了 原厂避震器的话 前面是一个曼花神的全掉系统 他的离载段呢 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在改装KT的避震器之后 我们会附一个比较短的离载段 给继续来使用 所以这个是前面的离载段 也需要换掉 但是不需要再另外多花费用 直接 呃 我们KT就有附了 那这个是后方的弹簧 上附的橡皮是 呃 原厂的是需要拆掉的 直接我们有附一个橡皮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后方弹簧 那像现在Focus常常会指的是 就是呃 像后方的四弹 现在Focus的四代 它一样是做一个Toybit系统 诶 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旋转的方向是不同的 一个是正旋 一个是逆旋 所以这个是Honda 其实做这样的设定已经很久了 已经很久了 好 那它的后方是算是一个Toybit系统 所以它的后方弹簧跟避震器呢 两个是分开的 所以车室里面 造就车室里面的空间会比较大 那这个是后方的一些零件 后方的话它本来啊 有一个呃 上部的话 零件跟Honda Fit三代很像 这个大部的零件 它有一个卡榫 所以需要拆掉的时候稍微敲一下 它上部的零件全部都沿用了一场 它的呃 就需要沿用上部的这些零件 那最上方有一块华氏 是我们可以有部 所以这个上部结构 在组装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比较 呃 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是上部的零件的话 那我们等一下 再来看看这个上 第一个镜头 就来看看这个上部的结构 是怎么来沿用 啊 对了 这个主名啊 刚刚来四层奥德赛的车友 也说这台车后方很颠 很晃 对不对 因为它的主名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设定 那加 再加上它拖一臂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台车很多的车主 是不是都会觉得很晃 那这台车 改了地震器之后的状况呢 就会改善很多 好 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方刚刚有提到的 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有的东西是需要沿用云场 这台车 HONDA每一台车 几乎它都会针对日后的维修 都做一个很友善的界面 譬如说在维修的时候 不需要把它整个一个内饰板把它拆掉 它有做一个后方 有做一个隔板 像这个的话 是一个维修室盖 所以只要把这个维修室盖把它掀开 就能够看得到这个维修的局部了 所以车友的话 从这里就能调整阻尼了 那刚刚说到的它的上部零件 这一块是KT所附的 其余的所有零件都沿用原厂就可以了 在阻尼调整的部分 往顺时针的话 它有一个H的logo 往顺时针它就变硬 往逆时针就变软 KT的话 一样常常看直播影片就可以看到 我们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 那一般的状况之下 我们都会 通常都会建议 大概调到中间级15段 然后再针对车主的需求 自己再做微调 这台车很方便 后方的话 试板打开就能调整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后方的话车高今天比较特别 它原厂的车高 弹簧 对不对 轮胎的上缘 到叶子板的距离是大概6公分左右 可是因为车主的话 有特别需求 所以我们把这些零件有做加长 预计 预计会比原厂还要高1公分 所以这个的话会变成17公分 那后方的话 弹簧我们配置的是 200厂左右 8公斤的规格 那这个是后方的筒身 筒身的行程 有做的比较长 大概17公分左右 所以这台车的 最主要的设定就是 第一个 弹簧的帮速加高 所以它对侧倾的抑制幅度的话 会改善很多 第二个 它的阻拟值 跟弹簧匹配的比较完美 所以它对坑洞的一个回馈感呢 就会不 就比较不会像原厂那么矿 所以我说后方 我说后方 那后方 多一滴的系统 还是每一部影片都会特别说的就是 后方 弹簧的预载 是这一台车 安装最所有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像这个后方的弹簧 是205mm 就是20.5公分 所以它弹簧 它的筒身不能调的太短 万一筒身调的太短的话 它的弹簧就会预载过多 那预载过多 就一定会不好做 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异音 筒身的寿命也会缩短 所以这部车奥德赛来说 它的后方安装的重点 就是在后方的弹簧 千万不能预载过多 这个不能 筒身如果太短 它的弹簧就预载 那当然就会不好做 所以这个是在安装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机构是在调整后方的侧高 如果像这样的悬调系统 一般有可能会误会以为 我们把后方的筒身调长 侧高就变高 其实不是 后方的筒身 它是来取决于弹簧的预载 所以后方的 车高调整 是靠弹簧上方 然后这一个是 来调整弹簧预载 这是后方的部分 车高调整 跟阻尼的部分 都已经介绍完毕 那我们来介绍前面 前面的话 这台车是一个 一样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的 呃 我们不能偏移掉它 原来修理车 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所以它的前面 KT才配置6公斤而已 那 无论是Frit 或者是 Civic 8代 9代 我们太常开直播了 那这台车也是一样 它在前方的引擎室打开之后 会有一个维修维修孔 那这个维修孔 就可以直接调整到阻尼 那这一部车 一样 可以有顾一个上座 所以在这里的话 维修室盖打开 从这里就能调整到阻尼 软硬度的话 从这里就能调整 那调整的方式一样 顺时针的话 变硬 逆时针变软 所以从这里 这里有一个 橡胶的室盖 掀开之后 从这里就能调整到 所以还蛮方便 这个一定要特别入镜一下 因为这一颗引擎呢 是Honda 近几年来都新开发 一个地球梦的引擎 节能 还有它的动力表现 种种都相当的均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前面避震器下部的结构 因为它避震器呢 长度比较 理载钻的固定点 比较高嘛 比较长 所以需要换成KT 一个短的理载钻的规格 它在 在这个 脚管的部分 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应线 那这些都是 跟原厂的位置呢 都是一样的 好 那另外的话 车高 弹网的话 我们配置的是 220长6公斤的规格 那前方是麦滑城嘛 所以当 车高调整完毕之后 这个齿轮状的头板呢 一定要特别把它锁紧 还要特别敲紧一下 这个是前方 麦滑城系统 它不只是负责上下 它还只要负责我们在转方向盘时候的旋转 所以这个头板有可能会开开 颈度不够的时候 有可能会松脱 所以在安装完毕 设定完毕之后 记得要把它锁紧 那用料的部分 KT一样是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主尼 然后日本最棒NOK的油缝 这台车应该很多的车友 阿德赛的话 很多车友是安装 日本的TIM 对不对 日本的TIM 品质也都相当的不错 因为日本TIM所使用的油缝 也是日本最低的品牌 油缝的话也是使用日本的NOK KT一样是使用NOK的油缝 好 这部车超新的 才600多公里而已 以上是今天奥德赛20 这个算是最 应该算是有小改款的 就是2020年的款式的一个新车 所以才开了600多公里 所以简单来说 今天的介绍已经OK了 但是车友的话 有对这台车的避震器 有任何问题 或是说想要试试的话 都很欢迎跟我们的KT小编联统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谢谢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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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